後面的朋友 預購的慾望了嗎 這一次去冰島啊 看到很多那個 很遼闊的景觀 我覺得不太容易 有機會可以去冰島 因為拍了一支 新的MV 然後跟 專輯的東西 然後很開心 有這個機會 可是其實在看到那個 冰山 融化的那一刹那 在你的面前 崩解的時候 其實 心是很痛 跟很無能為力的 然後看到天地之遼闊 會覺得自己 非常的渺小 然後 我把這些 畫面跟感覺 都 帶回來在那個MV 你們有 看過渺小的MV嗎 有 美不美 那真的是 所有團隊跟背後工作人員 大家都很辛苦 我們 就是 拔山涉水 才可以拍到這麼美的風景 所以我們真的 就是盡一份 渺小的力量 去 呃 少用一點電 或者是多做一點環保 我覺得應該都可以 減緩 地球 毀滅的 呃 那個什麼 什麼計畫 好不會talking喔 可是 就是這個意思啦 就是大家做環保啦 重點就是這樣 然後這一次 帶來 帶回來了很多 畫面跟影音 在那個 松山文創 會在11月17號之後 明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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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天就會在松山煙場 二樓會有 不管是影音 或者是現場裝置藝術的這個展出 然後希望大家可以去感受一下 去看一下這個展覽 我覺得還滿有意思的 因為真的 我們去到了冰島 是花了24小時的時間 先到泰國轉機 再到倫敦 然後再到冰島 還差點坐不到飛機 所以是滿辛苦的 可是大家可能不用花這麼 長的時間 可以去裡面感受一下 整張專輯的概念 跟整個 就是冰島帶回來很美麗的畫面 會到12月1號 所以大家要把握兩週的時間 謝謝 好 口又好渴喔 帥喔 漂亮喔 我去冰島還看到極光耶 漂亮喔 超風狂的 因為他們說那個季節 我是9月份去的 9月份基本上是看不到極光的 但是我竟然看到了 頭髮片 頭髮片 那個松菸的那個展覽會有 有 好 明天去看 辛苦你了 很幸運 超幸運的 那接下來就來唱一下 我們後面等一下會播那個 渺小的MV嗎 不會 不會 如果不會的話 就去YouTube 自己點一下看一下 如果會的話 就可以現場看到 那 帶給大家這一首 渺小 這聲音 這聲音 去喔 我 wast되 各位 那師父 不知道 那是 特別一聲音 沸浸 發音ミケ 最寂寞的悲喜说 最瞬间的孩子 如何走过 最肮脏的垃圾潮 最混乱的回忆 永远让我想起 谁占住的一场 最受了的时间 永远让我看到 最美丽的一首诗 最暗的天空 曾有最闪烁的星星 遇恨不悔的 你做不到的 你还在活的 我和你 任命最大的怀恨 曾有最渺小的自己 像蝴蝶指甘 像柔体灵魂 像云人重生 我敢说感谢 还是对不起 最高烈的流星 难道为了成就 最温柔的小团圆 最简单的渴望 从来不想证明 最荒谬的大事 我和你 怀疑 总有最渺小的自己 像风投怀着 像肉体领放 像云云重生 我该说感谢 爱是对不心 宇宙梦欢爱沉默 总有最闪烁的星星 有一天消失 一天单身 有一天抗恕我和你 宇宙梦欢爱沉默 总有最渺小的自己 像风投怀着 像肉体领放 像云云重生 我该说感谢 爱是对不心 爱是对不心